美国要释出疫苗了 释出了总数 拜登追加2000万只 先前6000万只 总共8000万只 先前6000万只呢 是美国自己都没有批准的库存AZ 而最新的2000万只 是FDN核准使用的辉瑞莫德纳和娇生 美国超过三成五的人口 已经完成接种 目前新增感染和住院人数 也大幅下滑 总统拜登表示 美国若只是独善其身 绝对无法彻底摆脱疫情 周一他宣布 要在加码捐赠2000万只疫苗 给需要的国家 拜登在上个月已经宣布 要捐出6000万剂 美国尚未核准使用的 阿斯特杰利康疫苗 但这一次追加的2000万剂 都是经过FDA核准的 辉瑞莫德纳和娇生疫苗 美国捐出的疫苗数量 达到8000万剂 全世界最多 拜登还特别强调 这个数量超过中国和俄罗斯 颇有互别苗头的意味 负责全球公平配送疫苗计划的 原定这周要送出1.7亿剂的疫苗 但目前还短缺1亿剂 虽然美国的捐助不无小补 但WHO表示全球需求量为80亿剂 8000万剂仍然是杯水车薰 全球疫苗短缺 台湾也在名单之列 有些拉丁美洲国家抢不到疫苗 民众就借地利之变飞到美国打 就为秘鲁的企业家就计划飞往西雅图接种 秘鲁企业家会在西雅图待上一个月 好完成两剂的注射 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会寻同样的方式接种 一家三口到美国打疫苗 总共花了两万两千块美金 约合台币61万 由于涌入美国打疫苗的外国人越来越多 佛州州长在今年1月就祭出限制 打疫苗必须出示身份证 许多阿根廷人则是选择飞到迈阿密接种 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到迈阿密的机票 也大幅涨价 从800美元约2万2千台币 涨到2千7百美元和台币7万5千块 到美国打疫苗的现象也在拉丁美洲国家 掀起社会不公的争议 秘鲁的卫生部长还痛批这些出国的民众 但政府无法提供疫苗 还不准民众自力救济 这种本末导致的说法 恐怕也很难让人认同 TVBS新闻总和报导